Hello 大家好 今期三角就介紹魏國的珠聯筆合 看看表面 屬國的珠聯筆合應該是最多的 最少一定是群雄 群雄基本上只有兩個珠聯筆合 就是呂布、雕蝕、袁少、顏良、文酬 因為其他全部都沒有 例如華佗也沒有 所以其實都很少 所以考慮再介紹一次過 即是下次或今次 其實魏國也不多 開始了 首先是曹操和典位和許柱 這兩個珠聯筆合 其實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曹操最信任的兩個近身示威 一個是典位 典位對曹操非常喜歡 為了救他就戰死 即是遠城之戰 即是被假許用計 就KO了 許柱就是我相信 曹操一生最信任的近身示威之日 苦癡許柱 傻頭傻老 對曹操完全100%忠誠 所以這兩個典位 許柱和曹操的珠聯筆合 都說得通 為何曹操和曹操沒有 其實父子之間沒有珠聯筆合 都很正常 那你見到劉比和劉仙 兩個都沒有 因為其實 其實看回曹操 其實當時他最喜歡的兒子 是曹操 但他其實迫於無奈之下 才傳位給曹操 其實他不太喜歡曹操 所以就兩個不是 即是你的珠聯筆合就未至於 曹操和恩姬是珠聯筆合 他們兩個就是夫妻 曹操和恩姬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前期可能很恩愛 但到後期 基本上曹操就不太喜歡恩姬 受到國女王的疏擺 曹操就刺死了恩姬 這個故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曹操操職位之後就馬上報復 上次說到夫妻不和 其實是曹操和恩姬 有些人問什麼司馬爾張春華 如果你綜合前文後李 別人說過國戰的時候 很明顯就不適合 接著就是夏侯敦 和夏侯淵 這兩個夏侯兄弟 都合理 這兩個兄弟的感情也不錯 接著就是 這個國戰的神章 曹操和曹操 曹操和曹操 兩個是親兄弟 曹操時代 也算是有配合 一起配合 他們兩個是親兄弟 但這兩個曹操 其實不是親兄弟 曹操和曹操 曹操是曹操的 然後就是李典和諾峻 李典和諾峻 其實都算是一個比較多 一起出場的記載 特別是張寮的 蕭瑤津之戰 當時說到 李典和張寮是不和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忘記李典的親人 即是親戚 在打這個呂布的時候 被當時身為呂布 的張寮殺死 所以李典對張寮有深仇大恨 但由於當時 蕭瑤津是一個軍事重鎮 即是不可以失 曹操就派了諾峻 在夾了李典和張寮之間 做一個調和者 以防他們兩個 就是感情用事 諾峻其實本身 都算是一個名將 屬於東漢名將 即是曹操揭下的名將 他比較低調 不像許處 那麼好打 其實諾峻是比較少人認識的 諾峻 李典是一個 智慧文明 諾峻是一個勇武文明 所以他們兩個一文一武 都有一個不錯的配合 其實我覺得 李典和張寮都應該是有珠聯迫合 雖然他們是前期不和 但後期 蕭瑤津一役之後 聲明遠報 我覺得他們兩個有珠聯迫合會好些 反正都不厲害 張寮割戰都不能爆發 張寮和這個 撞霸是有珠聯迫合的 撞霸很少人認識的 撞霸不太出名 撞馬可能會認識 撞霸和張寮都一樣是 旅報救報下 當時也是旅報救報下 他們兩張寮和撞霸 在旅報時代已經是 互相照應的同事 然後一起歸寒於曹操 他們兩人在打合肥之戰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起合作過 即是打孫權的時候 他們兩人也成功擊敗孫權 不過他們兩人是否有珠聯迫合呢 我覺得他們硬要撞珠聯迫合給他 因為曹魏其實也太少人有珠聯迫合 然後比較出名的就是 郭加司馬 殉旭 這些就是沒有珠聯迫合 如果有中匯的話 我覺得中匯和鄧埃 可能有機會會有珠聯迫合 但這兩人是死敵 因為前期 鄧埃和中匯兩人是 一起出兵 熟功熟的 所以我以前玩八者大陸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把 鄧埃和中匯拉在一起 來趕他們兩個 但是否珠聯迫合就不知道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司馬國家這些 其實就是 如果司馬和誰有珠聯迫合呢 如果你看回大陸那套 軍事聯盟 司馬和陳群有珠聯迫合 或者司馬和中瑤也有珠聯迫合 以及滿旁等等 因為司馬和誰有珠聯迫合 其實很難說的 你說他和孫玉也可以 但你說他和國家 應該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司馬和國家的年代 是不同的 因為大家要留意 國家屬於曹操早期 即是官道的年代 當然司馬出世 而且司馬和國家差不多 歲數 但因為司馬很後期 才曹操當官 因為司馬前期是不肯當官 所以司馬和國家的年代有少少不同 所以他們兩個是不肯當官 當然張春華應該不會放入割戰 我知道有些版本其實有雙游 即是割戰是有雙游的 雙游一定是和孫玉是珠聯迫合 兩宿陣 就是這樣 但暫時來說 這些孫玉和國家司馬 都是沒有珠聯迫合的 可能一方面的確是沒有一個合適的人選 第二就是因為怕這些 如果再有珠聯迫合 可能過分強大 因為現在有珠聯迫合的人 都算是一個平衡度要調整 即是關於張飛 也可能有珠聯迫合太屈肌了 如果你想想 司馬國家就整個珠聯迫合 即是打到天干都未打完 就是這樣 我們下期就一次說 吾角和群紅 因為群紅只有兩個 吾角應該算是最多夫妻檔的一個國家 如果單獨以最多老婆來說 我統計過應該是劉備 因為劉備在三角殺的老婆最多 就是這樣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